當防爆小組在處理防禮物時陸機所及包吾總部隊員 隨即採取勸導出戰動作 以免發生危險並維持現場緊接安全 而防爆兵只能過將危險降落最低 我們的防爆組人員還要手持15公斤重的機械手臂 來處理我們的暴力物 現在防爆人員手持機械手臂要準備接近夾取暴力物 要將其移到我們的防爆原體之內 防爆人員使用機械手臂來處理暴力物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處理人員直接接觸暴力物 要加長暴力物的距離 對於暴力物的處理 安全是我們的最高指導原則 距離就是安全接近就是危險 各位長官各位貴賓 我們知道所謂的暴力物 是具有爆發性及破壞力物品 在爆炸的瞬間會產生高震風 高氛碎片及巨響 對於我們的人體還有物品 會造成傷害跟危險 其純正的形態就像這樣子 會有千篇外化的衛章 所以會讓人無意察覺 所以會讓人無意察覺 你的吊椅星星會造成我們的傷亡 現在我們的防爆人員已經將我們的 暴力物要移除我們的暴力物 也要準備隱婚射球的集結系統做集結 那請我們現場的人員也要注意安全 不要太靠近暴力物 等一下我們會真的進行引爆 防爆主力人員小心的將暴力物 依靜防爆炎裡面